五一假期放飞后,是否既游未尽,然而五一早已经过去,估计有不少人都开始拖着小手,等着端午桥长假了吧。 可是对于很多还在学校里苦读的二次元星人来说,接下来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,毕竟,中考、高考、英语四六级,一大博考试纷纷纷来,你做好准备了吗? 别着急,除了临时报复奖还有其他办法,今天,馆长就给大家推进一个逢考必看的逆天动画,热血少年王道翻了我的逆天神器,那寒谷精早点一秒跌冰箱破四元王者气度,空降长城宣传十八时刻逆天,馆长最初被我的逆天神器吸引,靠的就是这痛校园痛伤长的大阵仗。 没错,和胡椒小红娘,以人之下林写着几部作品一样,我的逆天神器也是由腾讯动漫出品的中国风动画。 4月26日上线后,凭借其特殊的古兵器引人设定,靠人先贤的剧情得到了一众粉,四个支持。 动画中,动画中众多中国历史或人话故事中出现过的古兵技巧技出场,在看动画的同时,也能get不少知识点。 当然在宣传上,依旧不按常理出台的腾讯动们,除了承包校园和全国企到核心商圈。 前几天,我的逆天神器的关博君,又公布了一个重磅消息。 5月13号,逆天神器们要空降长城了。 在威威长城之上,神器们接连降临,傲视中环河山,开启数次国脉痛长城活动。 就问你惊不惊喜,意不意外? 本正这波操作,是把馆长博给激动坏了。 除了带着粉丝们去长城唱完,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古兵器角色展,也会在长城举办。 或五官斩六将,还能给S逆天福利周天好礼。 以上信息化重点,请感兴趣的少年,赶快围观S我的逆天神器官博去报名。 借着国脉首次痛长城活动,在宣传作品的同时,也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。 不得不说,这样的宣传方式绝对良心,题材新颖。 剧情王道开播好评不得口碑涅天,作为首部登上长城举办活动的活漫作品。 我的逆天神器的特殊性可见一般。 动画改编自腾讯动漫连载的同名漫画。 4月26日,已经拉开全网这波剧目,以逆天神器为线索。 男主角长天在一场路见不平中,为小混混袭击威胁生命,无意中召唤出神兵器来并成为自己的贴身保镖。 灭席之路由此开启,作品里的神器,大多是中国历史上,有头有脸的绝世兵器。 比如该讲,墨爷、龙渊、战路,与他们配合的人类,被称为人武者。 然而,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部古代人气,组合PK打架的故事,那就太天真了。 这部少年热血翻在剧情上,进行了历史架空,让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众神神隐的时代。 虽然看似与现代社会无异,但是原武者却能召唤出沉睡已久的千古神兵器,并指挥女人化的神器们参与战斗,成恶良善。 不断通过天罕演武的试炼,故事吧,不务正业,但他却觉得,弘扬和文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。 在第一集出场集圈本无数的神器小白,凭借冷静的眼神,藏不住的捏天气场,表现也是相当亮眼,虽然名字叫小白,看似人畜无海,但打起架来,秒些秒的说的就是他,不过他的真实身份沉迷,在这里就不剧透了。 同学们记得耐心追翻解锁答案,女主楚清成,看似娇蛮人性,实则心腻善良。 从已经更新的剧集里可以看到,楚清成打起架了欲解放十足,但是外形却是个娇美动人的萌妹子,听说她是一个穷的,只剩下钱的千金大小姐。 在这儿,馆长只想说,清成,我们做朋友吧。 虽然目前出现的实力不足的神器,只有小白和干将墨爷,但是之前官方公布的消息里,还有方天化级,战炉等历史上声明写和的神器,干将墨爷就不多说了。 至情至剑,在王者荣耀里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,方天化级的前任主人是绿布。 本以为,动画里会是个满身肌肉的苍汉子,没想到这是萌妹画风,单插萌的设定,也让王友们对方天化级的故事现充满好奇。 好了,听馆长介绍了这么多,对这部《逆天之作》有没有很心动? 目前我的逆天神器正在全网热播中,每周四更新,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追起来了。 化身男主,手握神器,逆天之路一起走。 化身男主,手握神器,逆天之路一起走。